冬天气温已降低 很多民众会吃羊肉炉、姜母鸭、大进补 但吃太多或太晚吃 都容易诱发胃食道逆流 中医师表示胃食道逆流除了用药治疗外 也要避开像是甜食、油炸类、糯米类等食品 以及酸度较高的水果等才不会反复发作 冬天进补、炎暖胃 不过小心别太晚吃 可是会成为身体的负担 台中有一名张小姐因此引发了胃食道逆流 胃痛、胸口灼热 以及胃酸逆流等症状产生 其实像我们冬天常常用的这些补品 一个是因为汤汤水水的东西 距离你睡觉的时间太近 也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 第二点 有时候这些太过于刺激的东西 太过于油腻的炖汤 其实也很容易造成肠胃的负担 中医师表示 这名女子是皮须胃热的胃食道逆流 透过了中医治疗持续的调补脾胃 身体就恢复了健康 而要避免反复发作也得要避开地雷食物 并且养好生活习惯 例如说体重过重的人 我们要先积极的减重 那也要戒烟戒酒 那另外呢 有一些不好消化的东西 糯米类油饭啊 粽子啊这类的东西也要减少 那还有一些特定容易诱发的食物 有一些人是咖啡 有一些人是甜食 那有一些人呢 是面包 这类的东西 低温一泼泼的来袭 吃补也要看体质机时间 才不会因此而补过头 成了反效果 这连家话台中才放不到